今年的夏天是很熱 用要多多火候都會開冷氣 為了整個民眾用電安全的關聯 中華館環境生態保護學會 在合比頂互來的基盤一條社區 安全風災選擇活動 要請合比消防軍隊 到現場向民眾感染 要如何安全用電 必須要發生危險 競爭等向大家感染安全風災的政客關聯 中華館以往由水村標示 而來的旁邊就是全香港的區 整年近年又再發生長大的港安宿戶 因此由此地開始選擇是最適合 選擇的利用 相信可以讓我們所有的利民都知道 比如說炒頭 我們出門還是不適合 我們炒頭一定要背起來 包括瓦樹也是一樣 瓦樹也煮好 一定要把瓦樹堂開關關掉 這經常都很多家庭的朋友 都不會去的這件事 說火災發生都是因為疏失 所以今天我們感謝周隊長 來宣導這些嘗試 要讓我們所有的利民了解 和美定民代表周軍林 也是中華環環境生態保護 社會理事長 她表示 今年夏天是最多的熱 民眾使用電器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 小妹擔任我們彰環環環境生態保護協會 理事長以來 自力推動我們社區的安全消防 以及我們的用電宣導 主要是說我們的民眾在於用電的習慣 以及說我們的擦坐的部分 那時常都是忘了把它關掉或是拿掉時候 會造成說在火花或是火鏡的時候 會引發火災 以及說我們的民眾 對於說我們的消防的部分 以及我們瓦斯的一個使用的觀念 在這部分的一個正確的宣導的時候 讓我們的社區更加安全 讓我們的民眾在財產生命的部分 有一層的一個保障 所以我們特別來舉辦這樣的活動 把這樣的活動推進我們的社區 台灣今年夏天的氣味是越來越高 讓民眾唯一的驚亂只能開冷氣 但是使用的當時 民眾一定要注意出來電路是不是弄固 那還要贏出來發生火災 新中華新聞裡邊洪科比 蔡宏伯德